大家好,我是吳仔 這一節找了專業的音樂老師 評論一下評判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中年好聲音3開始第一、二集 其實感覺上馬來西亞的選手非常高質 是不是馬來西亞的選手唱歌會比香港人好呢? 感覺上真的很輕鬆 而且看口就沒有我們香港人那麼長期 究竟專業的評判如何評論評判呢? 因為我也覺得是的 其實藝術沒有說是對和錯 但是那些評判經常說 這樣對、怎樣錯、怎樣對、怎樣錯 到底懂不懂的? Hello,歡迎來到吳仔的頻道 又到了Kel Sir說一下中年好聲音的話題 嘩,很久沒見大家了 起碼也有半年了 第一季、第二季我也有說 怎會少說第三季 第三季決戰新馬 第一、二集就開始了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Kel Sir張飛 我曾經玩過粵語好聲音的選手節目 也上過電視和唱歌比賽 大概會有一些經驗 所以可以分享一下不同的角度 玩這些比賽 其實選歌很重要 很廢話 我經常覺得自己說這些 所以我看了頭兩集 這個決戰新馬 這個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比賽 選擇已經十二強 我就覺得很多人都因為選歌 所以是出事了 我每次比賽都是這樣的 選歌真的很容易出事 例如李香蘭 李香蘭最大爭議性 那個聲音是很特別的 但是選那首歌 就不太適合 鬼鼓版李香蘭 變成了蔡正廷 但是我覺得他的聲音 是有一個可塑性 他的聲音很獨特 曾路德說他起了簡 我都相信是 就是比較拍不到聲帶的聲音 但是當這些聲音 就是這些聲音 可能是有一個驚喜 可能因為他會做到 你正常人是拍到的 但是你不選擇 你是發不到他的聲音 你明白嗎? 你是假裝不到他 他也假裝不到你 但是他會很獨特的聲音 我在想 如果有一首 譬如很 我舉個例子 他的聲音我是喜歡的 但是李香蘭 放在李香蘭是完全不配合 但是我舉個例子 他如果選一首歌 他本身是一首快歌 或者很激動的歌 但是他的歌詞 又可以配合到 他變成一首慢歌 然後很優軟 或者很 自己怪自己 那種 自己很抑鬱 然後搞到自己很不開心 那些這樣的唱法 然後令到那首歌 是make sense的 然後有一個完全他的版本出來 然後一名驚人 是有這樣的可塑性 純粹覺得 因為他的聲音真的很特別 那 你在整兩集 其實兩集裡面 只有兩個人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第一個就是 就是王鄭俊仁 那個技術很好 然後控制很好 聲音特別 然後那個技術說他的手動震音 然後那些轉音 真解音轉換 那些都是一個比較純熟的歌手的感覺 所以就和聲音特別 那些可塑性是很明顯的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 真的是這個蔡政廷 他好像第一季陳如飛 很大爭議性 有些人很喜歡他 有些人不喜歡他 但是 不過暫時他唱這個李香蘭 應該多數人不喜歡他 但是 我是覺得 他的聲音是 是有驚喜的 還有 我覺得 我不太同意曾路德這個位 就是 很 好 他不太接受到 他接受到很低 他接受到 譬如很傳統唱歌那些 他會接受到 OK 然後說話那些OK 但是 但是現在新的一些技巧 或者一些新的一些唱法 我想 我舉個例子 我猜林家謙唱歌 曾路德會很不喜歡 因為他咬字 或者他的發聲技巧 會很 他可能會不喜歡 我會這樣形容 還有曾路德 譬如比較傳統 他是classical出生的感覺 那就比較要求 呼氣要沒有聲音 但譬如我看第二集 唱秋二龍的副開城 74歲 我很喜歡他的呼氣聲 即是他的吸氣 他 即是他有一種 七十幾歲 發出來呼呼的吸氣聲 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即是他融入了六首歌 雖然他都淘汰了 因為他後面 Colors 我覺得他都唱得一般 去到假音部分 但他一開始 唱那些位置 我覺得是 不是很喜歡一些 脫離了傳統唱歌 或者classical唱歌 的一些唱法 可能接受到 會去到許冠傑那種 比較文歌式 講話那些 他都OK的 即是沒有那麼 唱歌技巧 但是再新一些 特別是現在 2020年代 基本上 是不需要再 project 即是以前 以前年代 即classical 去到80年代 90年代 那些 他們的唱法 比較放大 因為他們要 以前沒有咪的年代 就要沒有咪的唱給幾百人聽 但現在 咪的感受到 基本上 你可以用這樣的聲音 即是 我們可以用一個 很輕的聲音 已經可以給幾億人聽 所以那個準則是不同的 或者那個 藝術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 即是跟不同年代 會有少許不同 所以我覺得 曾路德的老師 那個接受度 我覺得有時候 是不夠廣 我覺得 是 所以 有些 傳統的 就是唱得 還有他 我經常覺得他喜歡的人 或者他覺得 好聽的人 會比較 差不多 即是 就是很乖 然後全部東西 做得 整整齊齊 這樣 但是有時候 我舉個例 這個 蔡靜庭 就是 他是很不聽話的學生 但是他出來後 他賺到很多錢 或者他很成功 或者是 就是那些人 他不是走正途的 他就是走另一個 路 但是走得很成功的一個人 都不一定 我會覺得他有這樣的 但是 曾路德是不會覺得他有 有 可以這樣說 是的 無緣無故變成了 審判過審判 好了 繼續說 我們從第二集開始說 第一集主要是說 王正俊仁和蔡靜庭 這兩個人 真的比較好聽 王正俊仁 唱歌和花筍 我也是第一次聽 那就是 真的不錯 轉音 或者假音 然後 手動振音 真的很好 很成熟的 一個歌手 希望他之後有更加不同的發揮 接著就到 第二集的第一個 游詩群 唱怎麼捨得你 進級了 我覺得這個歌手 他是 不過不實 其實我一會兒都會說很多 不過不實的言論 聲音有點被迫著 在廣東話裡面 一唱過句就馬上沒那麼被迫著 放他出來 那些評判都叫他選擇國瑜歌 希望他之後 唱一些國瑜歌 是會有一些驚喜 那暫時是 沒聽到有什麼 potential 是OK的 不過不實 好了 接著這個 唱浪子心聲的韓伊立 就四眼燈的 唱這個 浪子心聲 選了一首許冠傑的歌 那男歌女唱 我一向都覺得是 是幾聰明的了 特別是這個聲音 即他現在這個聲底 是音色幾好 感情是幾好 那選一首男歌女唱 我覺得是容易有一些新鮮感 所以就OK的 不差的 但又是那句 暫時沒有什麼驚喜 暫時都 好 接著就是這個 曹雪兒 唱這個《惡狼傳說》 這個說他是救命版的 的《惡狼傳說》 其實是拿東西來講的 其實我就是覺得他 那個《惡狼傳說》 這個《惡狼傳說》 一入的時候 是不差的 其實那個 那個 共鳴是OK的 雖然 曾路德老師 就說他共鳴錯了 所以沒有話好講的 我覺得有點困難的 這下 又不是都錯了 我覺得《惡狼傳說》 一入的時候 他關掉晚燈 又又染亮煙 膠織了火花去 甘在沉甸 那些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心肝鼻角 酸景 不起變遷 OK的 但去到 Precolors 《惡狼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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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位置 他就開始有點Sharp了 那個共鳴高了 就是 學曾路德老師說 就是說他唱折情歌 折情歌的一個 一個方式去唱 的共鳴控制去唱 這些位置是有問題的 的確是的 去到 Chorus 更加明顯 共鳴放高了 接著就很 很不夠力的 又是被迫著的感覺 那聲音就不夠放了 我會醬頭我狼 醉吧此役田 Casitoga 就是起碼 有punch的嘛 這些位置 但是他就 呃 好像很大力 這樣 但是聲音就 沒有什麼punch 這樣 是的 聽下去是 一般的 還有 最後那裡 還要拉一個高音 這樣 很勉強 我不知道他 練習的時候 會不會緊張 所以就做得一般 但是 但去到 實際那幾分鐘的表現 是一般的 去到 Chorus 是 好像很沒力 但又很用力 很勉強的感覺 就變得有點吵 的感覺 好 接著呢 就到第四個 唱這個 最愛的你 這個蕭韦倫 是的 這個呢 我是挺喜歡的 他的聲音 低音 很厚實 那種人 現在的歌手裡面 比較少見 現在 現在 香港的歌手也好 或者 很多歌手 例如林家謙 張敬軒 陳柏宇 這些歌手 他們的聲音 都是比較中性 Ian 他們的聲音 是比較中性 我覺得 沒有那麼man man 很厚實 很man 是 現在這個年代 是比較少見 那他聲音 挺厚實 像以前 張瑜 或者新一點 最多是 許廷鏗 的感覺 就是 用低共鳴比較多 接著 但是 去到 少少 少少 吹無求疵 就是 他最後 埋尾那裡 他用一些高共鳴的時候 控制 但是good try 就是 他知道那裡 要用一些 比較輕的聲音 但是控制就差一點了 所以音準那裡就有些影響了 那我是幾個經驗搞那個聲音的 就是這些 這些 這些聲 去一個中音 中高音 但是要用一個輕的聲音 那些聲音 它是控制差一點點的 但是 整首歌是不錯的 就是 感覺不錯 然後 聲底不錯 然後 chorus的力度 張力都很好 有些許廷鏗的感覺 我覺得 是的 但是 去到 尾段那個控制 差一點點 那些輕的位置 跟 跟 牙米高之前 都有點像 牙米高也是 頭幾集的時候 也是那些 高共鳴控制得差一點 但是 現在很好 特別是 最新第一集 看到牙米高 古卓文 和譚輝志 出來唱幾首歌 他們的表演都成熟了很多 感覺到 這一半年至一年 不斷表演 不同台 不斷上台唱歌 那個經驗都 老到了 當做專業的歌手 經常要表演 就會進步 反而是聽到 古卓文 不是聽到 他的聲音都沒什麼問題 是看他的樣子 眼神 好像很不夠睡 或者很 以前很肯定 很有那個 比賽的時候 很有那個力度 他的眼神 很有火 但是現在感覺到他的眼神 好像很迷惘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一點點 其餘的 譚輝志 眼米高 我覺得他們 唱方面 是沒什麼問題的 他們現在 唱了那麼多之後 成熟度是高了的 好 接著繼續說 我們說回選手 那 這個 何平秋 何平良 兩子弟 兩子弟來參賽 兩個都晉級 厲害 一個唱是否 何平秋 是否 我覺得是咬字 有些問題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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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次是否 他都很一樣 我覺得他這首歌 很多是否的時候 他是要 有不同的情緒 會好些 有些 有些 dynamic好些 聽下去 不過不失 chorus 不過不失 但是是否 唱得好些 接著 把聲的可能性 小些 所以要看一下 之後選歌 或者什麼 下心思 才可以繼續下去 我會覺得 然後就到 何平亮 唱 北風 有些評判說 他的低音 是挺好聽的 但是中音 輕聲 基本的支援 也不夠 而且 聲音偏硬 不夠 flexible 從頭到尾 偏硬的聲音 都差不多 但是他選這首歌 是聰明的 因為這首歌 是可以這樣唱的 所以就 偏 聲音的柔軟度 要好些 會好些 會好些 現在是 差這樣 聽到 從頭到尾 都是這樣 就會很悶 是 接著 就到這個 陳奕新唱 《愛情陷阱》 的眼燈 沒什麼說 連評語都沒有寫下 我聽完 我就是 唱完了 很平 愛情陷阱 應該是 我代入情網 真的很噴 但是他就 我代入情網 你卻在網內看 始終不釋放 很平的 就唱完整首歌 這樣的感覺 肥媽也有這樣說 這些是很正常 不過我想知道為什麼 這個中年好聲音 選手唱的時候 經常走肥媽的聲音 說些廢話 你說些有用的都算了 他經常說些 唱得挺正常的 那些 真的好搞笑 吳仔也有說 真的很奇怪 那些 那些 不關肥媽的事 他說 可以錄下去 但是那些節目 你不要剪出來 剪出來 幹嘛 搞到肥媽都被人罵 這些位置 我覺得是有點無辜的 因為其實 你的形象是 看這個節目 怎樣剪你 其實他要 做到一些 評判很可憐 或者做到一些 歌手很可憐 是很容易的 其實 是啊 幾個小時 很多個小時 在錄影廠裡面 說了些什麼 全部 要很小心 如果玩這些節目 肥媽都不要說那麼多 真的 因為是被人罵 經常說些話都要剪出來 不剪出來 說這些 唱得挺正常的 你剪出來幹什麼 是啊 所以就是奇怪的 好繼續說 愛情陷阱很普通 是吧 不知道大家同樣的 真的很普通 我唱完了 完了 我什麼都還沒寫 是啊 然後就是 副開城 唱這個 秋二龍 我是挺喜歡的 我剛才有說過 就是他的呼吸聲 或者他那種 七十幾歲 他那種演繹 是令我感動的 但是副歌 他說他的假音 比較擅長 我覺得 那種反而 扣分 扣得比較嚴重 因為他 他由第一段 就已經改了那個音 譬如那個 然後本身下來 他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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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了 我覺得不是問題 但是 他改了 他要有原因 他那裡 好像是 慣性地這樣唱 多過是 多過是 有原因 去改到 令他 有一個 昇華的感覺 通常你有一個改動 你都是想他有一個 昇華的感覺 但是那裡的改動 是扣分 我覺得 他沒有什麼特別 我聽過有些人 會 就是很激動 這樣出來 或者是 你如果要輕的話 你要有一個原因 有一個語氣 但是他那裡 就沒有什麼語氣 去襯托 這樣沒有語氣 就怪怪的 你要有一個原因 有一個語氣 或者 經常有 阿曾路德亞 那些說 你做一些記錄 要有 不是原唱 怎樣 怎樣唱 你就跟怎樣唱 這樣就好些了 現在都不是原唱 這樣唱 他是他改了一個記錄 但好像沒有什麼原因 這樣 這裡就差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 是 不止一眼燈的 我聽他唱 我也會被燈 我覺得他唱得挺感動 七十幾歲 唱成這樣 我都是很好 我覺得 我覺得 發聲有 有一種自大 那種 有些感動 說話 那個心態很好 我是覺得不錯 但是 很可惜 閉眼燈 淘汰 好 接著就到這個 關佩玲 唱《夢中人》 選這首歌 都是很可惡的 我覺得 選《王菲》那些歌 其實真的很可惡 特別是 《執迷不悔》 《夢中人》 這些 《泰王菲》 這些歌 就是 你不扮他 其實之前已經說過 第二季的時候已經說過 你選他那些歌 你不扮他 就怪 你扮他 又扮得沒有他那麼好 一定是《王菲》唱到那些 選擇很不討好的 選擇這些歌 還有他這首歌 他就先唱英文 先 去到中間 就唱少少中文 那我就以為 他是不是中 就是廣東話 不是那麼好 所以就 但不是的 原來他講廣東話 很流利的 就覺得奇怪了 接著唱些英文又怪怪的 唱些廣東話 又好像不懂廣東話 不像是廣東話流利的人 唱廣東話 所以那裡是有些問題的 那裡 變成了一些評判 都說他最好聽 他最好聽 他那裡其實都是很無法王菲的 去抓 所以我就覺得 可能我自己比較主觀 就不是那麼喜歡 唱歌的歌手 像那個歌手那些人 我就喜歡一些比較 有自己character的人 或者用自己有不同的演繹的人 照抄或者照唱他的感覺 那些人 好像畫畫 你畫畫應該有自己的一個風格 但現在聽起來都是模仿偏多 所以我是比較佩服第一集的兩個歌手 就是黃鄭俊仁和蔡正廷 所以那兩個歌手是比較特別一點 這個夢中人就順利晉級 三眼燈 OK 正正常常是咬字怪怪的 所以就 三眼燈 晉級 好 接著呢 就到這個最後一個就是 張淑芳唱這個《海上花》 那就 四眼燈的 晉級的 我聽完我就覺得 我聽《海上花》這些 即不是我年代的call 我會覺得是 應該是要這樣的 就是我會覺得 不過不失 然後他唱這首《海上花》 應該是要這樣的 但我覺得我建議這些歌手呢 他感情、音色、不錯的這些歌手呢 譬如可以參考一下 剛才那個唱《浪子心聲》那首 唱一首男生歌 然後有一些不同的演繹 或者是 舉個例子 《廢育青》 《廢育青》其實他有唱一些 試過唱一些新歌 《小幸運》那些 原來你是我最想留住 這樣唱《小幸運》 我覺得挺特別的 我覺得你用一個很成熟 很穩重的 上了年紀的聲音 去唱一些新歌 或者一些很Hit的歌 是會有驚喜的 但是你唱一首《海上花》 只可以說 穩穩陣陣 不過暫時這個階段 是應該這樣的 就是這個 20強入12強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技巧 OK 所有東西OK 穩穩陣陣 這個時刻是OK的 但是去到之後 我覺得如果想多點聲音 特別是你去玩比賽 你不只是想 怎麼說 不是想安全全留在那裡 我想多點聲音 令到多人關注自己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選一些 你會 人家說 你竟然選這首歌 然後 又唱得挺好的 的歌 就不是 安安全全 選了一首 《海上花》 這首歌應該是這樣 不過暫時這個階段 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都OK的 順利晉級 聽一下之後會不會有些驚喜 這樣 好了 那我這個第三季的頭兩集 我Kel Sir 張飛 就報告完畢了 那就是 希望之後第三集開始 第三、四集 做這個大灣區 那就聽一下 有沒有些 再厲害一點的選手 那暫時就有兩個 我覺得比較 獨特一點 一個比較好的 一個就爭議性 比較大的選手 鬼 鬼鼓式的李香蘭 那個飲食就是 對了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